第601章新天是地被毁 关于那条宇宙裂缝 短期看应该没什么危险 想再次打穿梅的话很难 在这个枯竭时代共有几位奇人 即便有的话 我和他们也没什么冲突 王轩在新海中旅行 圣灵中应该有高手 跟脚极强 其中一个圣灵附体齐天就造成那么大的危害 不知道是否还有超级大圣灵残存 就土地心那个腐烂者也是各不稳定的因素 可惜这个人远去后再也没有发现行踪 正常来说他不会回来作死 最让王轩在意的还是商议 第一人凄惨死去后 见疯子隐约间就是先到第一人了 只有后来崛起的方语竹可与之比肩 他的两具身体都可以称之为真身 难道全离开这片宇宙了 王轩琢磨 最不放心这个人 甚至上古之乱与第一人遇害都同他有些关 疑似是他和大圣灵联手导演了那些血腥惨案 处日前 王轩斩掉木青 披杀真超 定死攻盾 单人持枪摧毁两支舰队 星空各地都在热议 如果商议还在这片宇宙 应该会听到消息 王轩现在来到深空中 行走在一些较为有名的神话星球上 如果见疯子还在并且迫切想杀他大概会在沿途截杀 王轩想主动与提前引爆这个祸胎 近代商议出现后反向猎杀 最主要的是 他想拿到羽化番 希望融进第一杀阵途中 王轩有些出神 在这个时代 他已经可以来绞杀商议了 而在九年前那一战中 他相当的凄惨 险些死掉 处日后 他皱眉 在一些星球上现身 并透露了自己接下来的行程后 他并没有引来商议 反倒是无关的人一大堆想和他相见 王轩再次上路 取出一张名片 金灿灿 明晃晃 以纯太阳金铸成 非常奢华的材料 上面有联系方式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上 最终 他激活了这个号码 以飞船传送信号 哪位 对面 略带沙哑的声音传来 像是没有休息好 王轩 啊 监视传出一声惊呼 而后 对方显得很激动 道 你终于想通了 要走血脉之路了 王轩赶紧纠正 道 想什么呢 我还没结婚 我来到了你所在的这片星空中 你们这个是地搬家了吗 没啊 你在哪里 我去接你 张启帆热情的说道 到你们的星球坐标吧 我自己过去 王轩说道 然后 通讯的那一端 传来一些乱糟糟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和张启翻对话 谁啊 一个中年男子在问 王轩 一个精神平谱异常的人 潜力巨大无边 谁 前几天他杀了手持质保的母亲 灭了带着逍遥州的勾尘地宫的鼻祖 你不会惹他了吧 我刚才听到他要过来 该不是要灭我们的师弟吧 啊 我就在实验室待了半个月 外面变天了 他连杀超绝世 最终 张启帆硬是没敢发坐标过来 被师弟的人教育了 选了一颗不相关的星球 约王轩见面 这是一颗没有过度开发的星球 保留着原始风貌 景色相当的优美 苍茫山岭 古墓成片 晚间 宁静的湖泊中 成群的蝴蝶鱼飞出水面 都不用点宫火 江湖畔的精灵小屋都映照得一片朦胧 王轩喝着精灵族的特产美酒 唇齿流芳 可以欣赏到窗外草地上精灵少女的曼妙舞姿 却松木桌的对面 张启帆露出歉意 道 你的战绩太吓人 我们师弟的老家伙们都被吓到了 王轩点头 表示可以理解 两人当年在时空酒吧建国 相谈甚欢 张启帆曾告知 他来自明元师弟 那里科技与神话并存 认为超凡注定落幕 他们想从原神特殊 血脉异变的人入手 培养出新人类 我主要想向你们是得了解一些情况 商议还在这片宇宙吗 王轩询问 八大事地很特别 彼此互通有无 消息通灵 而且实力很强 他们有的和科技圣灵有关 有的是熄灭的仙界演化而来 都算是较为特殊的源头 张义 当年受伤很重 被几个神秘的老人追杀 打爆了他的内景地 让他元气大伤 接近死亡 果然张启帆知道一些有价值的消息 他曾持羽化帆出入几个是地球神耀 最后又去了科技生命之地 生死成迷 再也没有消息了 有可能死掉了 王轩亚然 但是他觉得剑风子不可能那么容易消亡 他当年也被爆了内景地 现在还不是照样活得很好 按照商议当年的枝次片语 他要么在养伤 要么进入了最高等的精神世界 张启帆说道 与华帆 该不会不在这片宇宙了吧 王轩自语 没有比这件不祥的质宝 更适合熔炼进杀阵图了 他又问道 科技生命之地 还有你们明元世帝的祖先 都是来自另外一片宇宙的圣灵 我得纠正下 我们的祖先不是圣灵 只有那些行走于混乱时空中 常人很难见到的体验者 并且已经堕落的人 才算是圣灵 我的祖先有血有肉 是在正常年代出现的 时间线并不异常 张启帆透露出很不一般的消息 但也仅止于此 这是他从市地点击库中翻到的 祖先自传中记录的话 对了 蓝湖市地被毁掉了 从八大市地中除名了 张启帆压低声音说道 脸色净略微有些发白 蓝湖市地是哪个 该不会是我去过的那个吧 有百度人 有巨兽的眼睛化作月亮在天空中俯视 张启帆正中地点头 道 就是那里 三年前被摧毁了 光秃秃 成为一片死地 王轩动容 那里绝对不简单 道 那头巨兽不是一件兵器吗 属于半成熟的至宝 要去看看吗 蓝湖市地在神话腐朽前 转移到了这颗星球上 你这是故意引我来这里啊 在超凡时代 湿地可以穿梭时空 能降临在一些有神话属性的星球上 好 去看看吧 当夜 他们就动身过去了 距离精灵族的七居地能有三千里 月光下 前方寸草不生 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此时天上的明月自然不是昔日那颗巨大的眼球 这是正常的月光在洒落 当初的蓝色小湖干枯了 真实的它其实很大 占地足有数十万平方公里 干涸的湖底有淡淡的腐臭纹 下面全是海骨 从数千米长的鸟类遗骸 到有手指长的是金蛇的骨块 应有尽有 当年 王轩曾和百度人徐浮一起游湖 想不到水下全是生灵的湿海 现在湖泊干涸了 露出水底的真相 王轩在想 如果百度人徐浮回来 看到这一幕后 心里阴影面积的多大 守着的究竟是一片什么样的圣地 昔日 黑暗中 当湖面起大雾 曾出现无数双通红的眼睛 有的大如山月 有的如同雪色灯笼 密密麻麻 全是圣灵 现在可以理解了 王轩点头 这里本就不是什么善地 这个是地的人 都居住在月亮上 或者说七居在那头巨兽的体内和体外 高悬天外 但是都死了 张启帆看着这片死地 心有感触 毕竟同为八大是地的成员 被灭了一地 让他有强烈的危机感 你们有什么重要发现吗 王轩问道 有 张启帆点头 王轩失笑 对方选择在这颗星球 又带他来这里 就是想给他这些线索吧 张启帆善善地 道 神话结束 我们没有至宝 虽然有所发现 但目睹一些可怕的画面后 也不敢追查下去了 他取出一块古朴的石板 道 这是一件奇物 增埋于这片实地中 当初 真实记录下了一些圣人的景象 他又补充道 甚至 连圣灵那种常人不可感知 修行者也难以看到的生物 也都被他捕捉到了画面 王轩接了过去 催动出一些超凡因子 整块石板顿石被烧红了 让张启帆已经 感觉这位的超物质 太霸道了 可千万被毁掉奇物 还好 石板撑住了 他浮现出一幅幅无声 但却可怕的画面 月光皎洁 蓝色湖泊有薄烟缭绕 一切都很柔和与美好 可是 突然间 天空中的明月 开始大面积的淌雪 接着 他露出真容 那是一头巨兽 蛇手 满是鳞片的爆身 庞大的猪雀翼 四条粗壮的腿下 是锋利的棚爪 他的真身挤压满了天穷 内部冲出很多声铃 在夜空中像是在哀嚎 状态无比痛苦 但听不到声音 而后一个接着一个地暴碎 巨兽 属于某个失去的超凡文明 被炼制成半成熟的至宝 此刻他在缩小 崎嶇在他上面的生灵 最后一批也逃了出来 在真实的惨败月光下 相继炸开 死得不明不白 下方的蓝色湖泊大雾弥漫 无数双血红色的眼睛睁大 那是密密麻麻的圣灵 他们在颤抖 在哀嚎 可是 通过石板记录的画面 却听不到声音 直至 天空中的巨兽缩小到两米高 直立着身子降落在地面 积居在他身上的 湿地生灵全死了 没有有一个残留 血液洒落 染红暖湖 湖中 大雾更胜了 那些圣灵居然在瑟瑟发抖 那些鲜红的眼睛 不再吓人 自身反而在惊恐 最后 有脚步声响起 有人走来 让这里显得更为诡异和恐怖了 原本无声的画面竟有了声音 只属于一个生物的脚步声 死去的是地生物 还有无尽的圣灵 它们的哀嚎 从头到尾都是禁忌的 做小到一人多高的巨兽兵器 原本直立着身躯 在面对有远而近的可怕而又神秘的生物时 竟单膝跪了下去 王轩瞳孔收缩 盯住那个生灵 第602章新片婚礼如期举行 半成熟的质保 巨兽 居然单膝跪了下去 这是表示臣服 还是说早就认识这个生物 这是一个人形生灵 身穿黑金甲皱 正常人的身高 但却有种以压抑破人之感 隔着石板都能感受到 他十分异常 瞳孔冷漠 感受不到情绪波动 从头到脚 他被黑色甲皱覆盖 看不到具体容貌 而这种战衣并不怎么复古 反倒有些科技闻名的影子 甚至 可以视他为机甲也行 其材质特殊 以深渊黑金为主 明显还混有太阳金等 在他的手中提着一个单炉 和他形似机甲的合金战衣显得格格不入 他的脚步略显沉重 在整片天地都寂静的画面中 唯有他发出声音 显得格外诡异和圣人 他将单炉交给单膝贵在地上的巨瘦刹那间 蓝色大湖中 所有圣灵精聚到了极限 浪涛冲天 像是在逃命 想要冲出来 可惜 他们都被大物挡住了 那一双双心红的眼睛 还有那一张张猙獰的面孔 原本是别人的噩梦 让各路修行者都不敢招惹 但是现在 他们却如带宰的羔羊 发抖 哀嚎却无声 巨兽直立起来 身上流动惨白的光 将那个单炉祭出 悬在湖面的大雾上空 单炉像是深渊 又像是一个时空漩涡 将密密麻麻的圣灵 方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湖中生物都吞进去了 半成熟的质保 巨兽 催动火光 在这里焚烧丹炉 他在炼药 这一幕 让王轩都觉得有一股良意 那些都是古圣灵 逃出一头都是危害 他们以修行者的原神为食物 结果现在他们都能围药草 有些分明很强 但却反抗不了 画面快速跳动 整整持续了一夜 接近黎明时 巨兽才收起火光 丹炉寂静了 他在此单膝跪下 双手捧着丹炉 献给那个全身被黑色甲皱覆盖的生物 炉盖被那个神秘人揭开 有浓郁的精神力澎湃 神霞四射 海量的圣灵被炼成和精神能量有关的大药 炉中 有三粒白灿灿的奇药 接回原金银 尽在流动原神之光 以圣灵为药草 这黑甲人到底什么来头 王轩盯着他 而且通过石板画面 无法判断他的实力 毕竟此人没有亲自动手 巨兽效忠他是被收服了 还是说这只巨兽原本就是他的仆从兽 一个强大的尸体就这么被摧毁了 一个人甚至连一头肾灵都没有逃出来 哐当 他盖上颅盖 而后发出笑声 像是金属板在摩擦 吭腔刺耳 非常难听 接近黎明时刻 一艘黑色的古飞船降临 陈旧 甚至有些破败 神秘人何惧受灯船远去 瞬间从这片死地消失 那种以圣灵为原料的奇药 必然很特殊 能壮大人的原神吗 王轩审声道 他们从此消失了 再也没有出现 张启帆说道 不管怎样说 海量肾灵财炼成三颗肾丹 问题相当的严重 这是三年前发生的事 但就此安静了 没有后续事件再发生 我看他那艘飞船很特别 应该属于另一片宇宙吧 王轩问道 张启帆点头道 是 我们的世地 还有科技生命之地 这种母船也没几艘了 漫长岁月以来 或者毁掉了 或者消失了 宇宙浩瀚 有很多未解之谜 再者 或许有其他神话 寄人的奇人存于世间 什么样的强者都有可能存在 王轩自语 他抬头来 看着深邃的星空 道 甚至 他可能不属于这片宇宙 可我说一说 所谓的科技圣灵 或者说你们的祖先 到底什么状况 王轩看向身边的男子 张启帆再次纠正 告诉他 自己的祖上真不是圣灵 有血有肉 生活在正常的时空 已经死去了 住在混乱时空中的体验者又是什么情况 王轩看着他的双眼问道 我们的祖先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话语 张启帆说道 但是 他看到王轩的目光后 有些心虚 最终无奈的告知 我们也只是猜测 我们的祖先原本的宇宙 科技文明可能高度发达 不满足于本宇宙的旅行 尝试挑战禁忌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来我们现在这片宇宙探索 融入神话中 徘徊超凡文明间 甚至体验别人的人生 他们当中的违约者 腐化的人 大概成为了堕落圣灵 所谓堕落圣灵 也被称为和科技文明有关的圣灵 明显是为了 荷兰湖是地中被炼成奇药的 古圣灵区别开来 很强啊 换养神魔 体验别人的人生 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王轩盯着夜空 带着淡淡的沙翼 那片宇宙 应该是科技和超凡并存 张启帆补充 而后 犹豫了片刻 又到 那片天地 或许出事了 因为 那些人 以及那些堕落圣灵 都是昔日出现的 而且全都回不去了 你知道有捷径可走吗 有没有一些蛊虫洞连着科技生命之地 我想过去看一看 王轩问道 他的婚期不足一个月了 怕时间不充裕 啊 你要结婚了 在哪里举行 就土吗 到时候我们失地的人一定参加 送一份大礼 张启帆送上祝福 问了婚礼日期 银色飞船划过星空 沿着一条蛊虫洞 进入科技生命之地 这是王轩第一次来到这片天地 次日 他就出现在那片宇宙裂缝所在之地 很多人都知道这里 因为当时动静太大了 贯穿超凡大宇宙 超物质如汪洋般倾泻下来 甚至 到现在了 王轩在这片星空下 还能感受到丝丝超凡因子 但终究不足以改变大事 再有半个月 应该会了无痕迹 那道缝隙自然早已闭合 但是 在至宝遇到枪的挖掘下 还是被王轩开辟出一片蒙蒙的空间 进入未面缝隙中 若隐若无 感受到丝丝缕缕的超物质在流动 刀痕 他看到了宇宙裂缝身处 违禁物品留下的攻击痕迹 很可怕 残余的至高规则到现在都未消散 在至宝中名列前茅 能劈开生命时 这是遇到枪的评价 主动发出意识波动 相当的认真 他通体都是细腻的纹理 至高规则扩张 感应这里留下的的规则余韵 刀痕 残留的气息 都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我应该可以啃得动这块硬骨头 遇到枪很自信 他不坚不摧 超凡大宇宙的这口违禁物品长刀 他认为能对付 王轩离开这里未面裂缝 乘坐银白飞船 在科技生命之地一些行星上出现 没有等到商议来袭 感觉可惜 迟至今日 他不忧敌人跳出来 到了现在 他应该能够解决掉 昔日的所有对手 只是遗憾没能拿到羽化翻 数日后 他沿着古虫洞 踏上龟城 前后加起来不过十日左右的时间 他就回来了 接近旧土 他寻了一个机会 撕开旧土外太空的秘境 最后 驾驭遇到枪 再次来到遇到其文明所在的重地 那道裂缝中 是不是每条未面裂缝 都有故事 都关乎盛大 连着莫名之地 他思存 无论是超凡光海消失之地 还是这里 亦或是科技生命之地的那道宇宙缝隙 都非同小可 他顺利接近目的地 地宫大门上 第一杀阵图发光 依旧在炼制中 混沌器蒸腾 无限杀鸡内敛 可惜没有语化翻 要不将逍遥周田进去 他自语 下时间 像是橄榄和雕刻城的精致小舟 发出柔和的光 传出朦朦的意识波动 告知 九年前 他曾在科技生命之地感应到过语化翻的气息 这样啊 王轩点头 商议还真去过那片星空 但是 如今找不到了 要不将生命池田进阵图吧 他又一次低语 生命池发光 发出模糊的意识波动 很愤慨 大意识 做个人吧 王轩立刻为遇到枪灌输大量的超凡因子 红色物质顿时大面积的蒸腾 覆盖此地 他开口道 咱们将生命池塞进去 熔炼进沙阵图中 我认识你在心心得到的那块金属板上的文字 那是燃道金 生命池传出这样的朦朦意识波动 最后 王轩带着三件至宝一片祥和地离开这里 没在提田阵图的事 旧土 冬季结束了 冰雪早已融化 大地上草木萌芽 春意盎然 生机勃勃 王轩回家时 发现王泽胜和江云都早已回来了 据婚礼还有20天 没有什么意外和变化 也就是收拾那头800米长的鹏鸟血肉时 有些费劲 虽然被肢解了 分开放在冷冻室 但多少还残留着一些超物质 一般的厨师十分饭处 电锯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把了 骨头太硬了 为此 王轩不得不劳心劳力 亲自处理了半日 日期临近 远在新兴的赵青汉 每日都和王轩通话 他们已经拍过冬季的婚纱照 现在春暖花见开 准备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去拍春季照 夜晚 王轩静坐 原神来到了红色超凡物质世界的尽头 要闯进那神圣祥和的金色超凡物质世界中 别出意外 他和自己说 也是在和原神说 两者不分彼此 现在是相通的 不会有意外 这次 集合所有原神之光 全力以赴 撕开那片神圣而又柔和的金色世界的界壁 闯进去看一看 那里潮汐起伏 不时接近红色物质世界 正是最好的时机 错过了可能又要等上一两年 最终 王轩没忍住 付诸行动 因为他评估过了 错过的话真的要等上很久 而即便有问题 也可以顺利退回来 最多也就昏睡上各一两天到边了 空的一生 红色超凡世界大浪滔天 被贯穿 王轩的原神冲出去了 接近金色潮汐澎湃的神圣世界 直接硬闯 这一次 他确实动用了所有原神之光 希望一举成功 金色汪洋起伏 如同星河绝地般的一个大浪拍击下来 让他有些怀疑人生 这神圣祥和的超凡物质 怎么比红色物质还恐怖 他觉得 原神仿佛要被溶掉了 第二日 王轩没有醒来 让王泽胜和江云的面色都变了 这是陷入最深层次的昏沉中了 第三日 赵清汉重新新赶来 发现他的状况 很是焦急和忧虑 一直到第五日 王轩都还没有醒来 连王泽胜和江云的心神下去了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王轩的原神似乎迷失了 不在肉身中 大概率又要昏睡很多年 甚至 如果他和古代某些奇人那般 意外失去原神 最后肉身中的精气渐渐散尽 永远都不会醒来了 婚礼取消吧 来不及了 王泽胜说道 江云心情低落 拉着赵清汉的手 和他低声细语 说明现在问题的严重性 不 婚礼如期举行 可以通知让那些亲朋不要来了 只举行一场简单的婚礼 我和他 还有父母参加就可 赵清汉执拗的摇头 眼睛泛红 并且在当日 他难得的动用了一次关系 和婚礼的王轩领了结婚证 第七日 王泽胜面带优色 到七日不还魂 出大问题了 赵清汉平静了下来 道 无论多么久 我都等他 第七日午时 王轩突然动了 缓缓睁开眼睛 瞳孔中竟有淡淡金色物质溢出 如同雷霆般 赵清汉惊呼 眼圈微红 带着泪光露出笑容 王泽胜和江云急切地进入房间中 而后 他们 二话不说 抄起房间中的孤本金卷 刻着燃道灯图案的金属板 就向王轩上打 劈头盖脸 一顿胖揍 别打 我不是没事儿吗 我觉得没耽误婚礼 还有两天吧 王轩赶紧躲避 谁在呼你有没有事 你不知道婚礼要开始了吗 我们在呼的是清汉的感受 看你再敢一声不吭就乱修行 砰砰砰 两人才不管他是不是地仙 什么带着剑鞘的骨剑 什么佛家的祥魔储 但凡房间摆着的顺手的东西 都向他身上拍 还好 赵清汉把他们两人拦住了 我这不是看到奇物了吗 在金色的汪洋中 有一株植物 不仅有新花蕾盛放 霞光冲销 还有金色的果实接近成熟 我想为你们采摘 王轩解释 摘到了吗 江云问道 差一点 砰砰砰 别打了 我下次再去寻找 他跑不了 春暖花开 婚礼前一天 王轩和赵清汉去拍春季的婚照 陈永杰 倾慕的孩子在不远处跑来跑去 秦城的娃则在草地上来回打晃和摔倒 七点订阅用户福利 张杰后面贴着王轩和赵清汉的合照 图不可能符合所有书友心中的人物形象 注重温馨气氛 第603章新篇完婚 秦城的孩子年龄太小 还不足一岁 正处在盘山学路的阶段 直接又摔了一屁蹲 咧嘴哭了起来 这一幕 自然被捕捉到镜头花絮中 其他孩子在笑 只有最小的在哭 两个新人在远处摆动作 都是高难度的 比如说悬空 真旧 无声的漂浮了起来 什么比一齐飞等姿势 根本不用掉威亚辅助 王轩带着赵清汉贴着清新的草木就飞过去了 我觉得 我们可以补拍一组婚照 让王轩知道 秦城羡慕得不得了 和杨林小声嘀咕 远处 黄明虽未婚 却也有感慨 到早年 会飞的时候 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好后悔 应该记录下过去的事 以后可以和后人说 我当年也能飞天 郊野 生机盎然 正是春花浪漫的时节 一切都看起来欣欣向荣 富有生气 婚礼就在明日 秦城 清目等人提前过来帮忙 不可避免地提到超凡 以及王轩昏迷七日的事 拍摄很顺利 途中休息时 主要是 摄影失受不了 需要喝水和缓一缓 他不能飞 在地上要狂奔 泪得舌头都要吐出来了 就整时 王轩告知清目 他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但他心中还是有些遗憾的 围捕捉到金色的奇药 这次之所以昏迷七日 主要是他冒险去摘神果 隔着很远 都能让原神闻到清香 自然不是凡物 他想给身边的人找出路 不想看着他们慢慢老去 世间只有他能修行 最后如果只剩下他自己 又有什么意思 所以 哪怕涉嫌 被可怕的金色物质侵蚀 焚烧 雷霆劈 他也一路追赶 想要采摘到手 这是他第一次在超凡源头的世界发现药草 很是离奇 此前在红色的超凡物质世界 他探索多年都没有这种经历 可惜不仅有金色花蕾盛放 还有果实芬芳的那株神秘植物 神霞照天随着他的接近 模糊下去消失在浪花中 他曾多次见到数次都要碰到了 但总是失手 他严重怀疑那株要扎根时空漩涡中 抵触人气临近 下次带智宝进去 原本的修行 需要他去适应那些暴裂的超物质 带智宝庇护自身会失去修行的意义 现在看来 超凡的源头另有秘密 值得带兵器狩猎修行不要急 千万别这样冒进了 这次爸妈都生气了 现在还想打你呢 赵青汉拧开瓶带 为王轩水喝 下次注意 不会让你们担心了 王轩笑着回应 帮他拿下落在肩头上的一片花瓣 他没有说具体的过程 避免照青汉和父母担心 但他必须得冒险 不想他们消失在未来的时光中 他心中略有不安 这次找到的金色超凡物质 看起来那么的神圣柔和 但接触后 却更加的霸道惊人 这让他心绪不宁 那数十上百个超凡源头世界 蕴含的神秘能量 该不会一种比一种可怕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怎么为亲故续命 上哪里去找合适的超凡因子 让身边的人可以修行 难道只剩下一个选择了吗 在现实中 打穿超凡大宇宙 赵青汉除了穿应景的婚纱 还有提前准备的各种民族风情的衣物 甚至有域外文明的服装 毫无疑问他极美 此时最为娇艳动人 连小胡仙都羡慕的不得了 虽然无法口吐人言 但还是比划着 也想要这样具有抑郁风情的服饰 帮你订够了一些 回头给你穿上 赵青汉笑着揉了揉他的头 现在他换上了蔚蓝星月族的秘金战衣 他以前是超凡者 而且一直没有放下修行 现在长发飘起 美目如青泉 在金属战衣冰冷光泽的衬托下 名利而又英姿飒爽 小狐狸满意地点头 跟在他身边走猫步 次日 王轩和赵青汉的婚礼如期举行 让部分人失望了 早先有人听到传闻 王轩疑似出了问题 结果没意外 整整七日间 并无任何组织或个人来试探 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主要是怕他坐腰 恶意钓鱼 等待别人犯错 其实 这些天对于某些人来说 还是有些机会的 真要豁出去 鱼死网破 来一剂能量炮 结果真不好说 就看遇到枪是否会复苏 生命池和逍遥周可以预料 从古到今都是得到他们的人为短暂的过客 在这花草复苏的季节 一切都显得富有朝气 婚礼现场来了很多人 从亲朋到同学 由新兴到旧土 以及星空深处的宾客 有许多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孔 甚至有些都不是人类 而是一族 如果按照王轩的意思 只请双方的父母和关系较近的人就可以了 小规模的婚礼结束后 两人去旅行 赵清汉也答应 认为可以 但是王轩的母亲却说 如果简单就是失去了婚礼的意义 应该展现美好 每一个女人都希望有一个隆重的婚礼 苏璇作为赵清汉的母亲 也在跟着点头 王轩自然发现赵清汉连去的期待的目光 然后果断点头同意 他觉得 还是女人了解女人 如果按照他的理解 就有些疏忽了 至于赵泽俊和王泽胜的意见 他压根就没问 因为那两人和他的觉悟差不多 怎么样都行 还好 王轩是超凡者士 超越了帝仙 精力无比旺盛 不然的话 仅是贱人 就要累到筋疲力竭 尤其是当中还有他特别不待见的人 比如曾经生死相向的孙家 他们的不止来了一两个 而是组团 好几个 这种场合 这样大喜的日子里 他不可能感人 还得虚假的笑着举杯示意 当然 没真喝下去 不过听到赵青汉悄悄对他耳语 孙家送了超级大红包后 疑似有一艘鼓飞船 他总算没那么特别反感了 婚礼现场 除了陈永杰的四个子女 以及轻木的孩子等人当花童外 还有机械小熊混在当中 开心的凑热闹 这次 马超凡也来到现场 不再像过去似的被丢到一边 他在不远处的草坪上 身边还有一匹比他略矮的母马 和他一样流动着淡金之光 据悉 这是他的轻尾竹马 现在的马超凡吸金能力超强 因为在赛马中长年第一 在新兴混得相当好 王轩 赵仙子 祝你们天长地久 早生贵子 简然 这样上来称呼仙子的人 是从复古的超凡星球赶来的宾客 对王轩无比关注 怀疑他或许接触到了超凡心路 以后少不得要接近 稀济多了解和交流 王轩 我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可以优化血脉 提升你后人的各项超凡属性 这是我们是地中几大实验室 耗尽无数超凡材料的心血结晶 我给你带来了数百剂 当然 生一个娃用一剂就行了 张启帆来了 热络中满是期待 经他介绍 这些优化药剂可促进超级进化 无比珍贵 什么仙人本源 龙血神翠 黄髓中的再生精华等 当年他们储藏和准备的各种超凡圣物 都耗在这种药剂上面了 王轩只能笑着接收 回头交给自家实验室去解析和研究 赵清汉也在微笑 但是 鲜红的嘴角略微翘了一下 数百剂 想让他生多少个孩子 真是的 周坤 李清玄 苏禅 钟成 周云 景月 很多熟人都来了 远方还有飞船在降落 无音也出现 略显清简 送上祝福和礼物 清新的大组织和大势力 秦家 钱家 宋家等全都出现了 送上众礼 深空中的几大势地也都有人来 不乏飞人种族 王轩觉得 这比和地仙大战还要累 始终要保持微笑 不断举杯 重复着感谢的话语等 哪里有沙木轻痛快 一枪刺过去 扑的一声 就没了 就是持枪挑超级战舰 似乎也不是多么辛苦的事 只需他浑身红色物质蒸腾 人枪合一 冲击而过 剑体差不多就报岁了 还好 赵清汉应付自如 娇艳如花 今天她是最美的人 婚纱下的她笑颜青城 虽然来了不少家力 比如钟情 周青黄等 都被新娘子比了下去 她挽着王轩的手臂 小声笑道 好了 振作 以后你负责长生貌美如花 我负责赚钱养家 听着她俏皮的话 王轩自然不能敷衍 精神抖擞 超凡因子流动 瞬间又神采奕奕了 她也从近乎干涸的生命池中 强行取出一些超凡因子 注入赵清汉的身体内 帮她洗礼 扫尽皮类 当然 有介有孩 以后要以红色物质返还给生命池 你为什么不识看天 赵清汉和她摇耳朵 我在看还有没有客人来啊 王轩笑着回应 其实 她在期待商议们 为什么一个都不来 如果真有敌手出现搅局 她不介意去耽搁下时间 一次性解决个干净 没什么意外发生 尽管来了太多的人 但是 婚礼顺顺利利 宾客尽欢 主人笑到脸都要麻了 只是期间有云朵飘过 小雨撕落在草坪上 虽然不大 但这样下去也会打失礼服等 一片红色物质腾起 瞬间 云开雾散 阳光明媚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怎么回事 但是各大势力 各大组织 全都震撼莫名 那是王轩谭指间 激出的浓郁的超凡能量所致 晚间 房间中 赵清汉得到生命池中的超凡因子滋养 没有任何疲惫之色 沐浴后穿着清凉的睡衣出来 婚娜挺秀 肤色白皙 盲目一天后依旧充满火力 你说 如果你长生到永恒 我是不是你路上短暂的风景 他虽然名利动人 平日很冷静 但现在却有些情绪起伏 我如果长生 你也能一路走下去 不会离开 王轩说道 不想那么多 我们结婚了 他笑着帮王轩按摩头部 要帮他解除白天应付无数宾客的疲乏 我不累 还是我帮你按摩吧 王轩抓住他的手 转过身来 第604章新篇春眠不觉晓 春眠不觉晓 万物复苏的季节 让人不愿起床 赵清汉金丝如铺 肤色白皙晶莹 用懒地打了个小哈欠 在睡 直到有超物质弥漫 朝霞洒落进来 他才露出一双大长腿 不情愿地起床 王轩也才起身 正在炼化红色物质 尝试转化为柔和的超凡因子 但是失败了 两者无法互化 简单洗漱后 赵清汉坐在王轩的对面 看着他只端那一抹灵活游动的 红色物质 不断聚散 被千锤百炼 但却始终不变化 看什么呢 看折仙 看你青春常驻 身披月华 眉毛如花 赵清汉在朝霞里的笑颜格外娇艳 前边的画 放在我身上可以 眉毛如花由你负责 王轩帮他将俏脸上的一流秀发笼到脸颊边 道别动 唇上有东西 然后 两张面孔就凑到了一起 很久后 两人还在一起 寄卸小熊推门进来 赶紧捂脸 道 熊是来喊你们吃早饭的 已经准备好 不过 看样子熊应该先去吃狗粮 龚后的生活 平静中有热烈 总体很温馨 由于刚得到超绝世纪的强者真超的躯体没多久 赵泽俊赴女两人的几个实验室都在宫间 解析 想要利用难得的超凡血肉攻克某道难关 所以赵青汉婚后并没有能和王轩远行 去度二人专属的美好时光 张启帆送的大礼 数百支吸针药剂也需要研究 最为重要的是 王轩将遇到其那个文明在超凡寒冬下的研究成果送给了赵青汉 可能会让几个实验室近期有重大突破 不过下班后他会准时回来二人生活盲目充实而又美好 王轩依旧在探索超凡源头的世界也经常去几个重点实验室并送出丝丝红色物质 让他们观察收集数据利用最先进的超脑去分析和理解两人的新家在安城外 毕竟几个重点实验室都建在这边 而他们的居所和陈永杰秦城清目的家很近 散个步就到了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王轩送走赵青汉后 在家里的地下深处开辟了一个修行之地 这次他准备带上逍遥粥 去寻找那株金色的植物 很想狩猎到手 虽然现在还没有紧迫感 但是他想提前动手尝试采摘各种奇药 看能否对身边的有效 哪怕是在这个时代他依旧能走下去 可是不要说在红尘中沉沦下去的烈仙 就是他自己最亲近的人依旧不行 还看不到希望 寂静的弟弟王轩为自己设限 傍晚要准时下班 不需要冒险以及与诗隔绝 生活在现实世界也是一种修行 苏 时隔多年 他再次带至宝进入命土后的世界了 当想到养生炉 他略微出神 希望渡海远去的人都安好 还能再见到 飘渺之地 粗糙的池子中 银色鲜艳不多了 接近丹河 第一鲜茶树叶子落光 九节天腾还有其他天药 扎根土山上 也枯寂了 都死去了吗 他仔细探索 应该都还活着 只是叶片雕尽 如同寒冬中空尾的草木 等待春来复苏 他思存 大宇宙纠错 远比他想象的可怕 连这虚无之地都一片凋零 全面枯竭的景象 终于还是没熬住 还好 陨石通道之后 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 有真正的超凡源头世界 王轩简单一试就明白 红色物质具有毁灭性 无法浇灌那些天药 魔花 生命力旺盛 现在也是叶片泛黄 这是人们心中的愿景 在暗淡吗 毕竟连列仙都伦为了凡人 这珠魔花 也是长生之花 现在并未对他展现幻境 不具备攻击力 并奄奄 还好 他的叶片并未掉光 若是理解正确 他是人们对长生可求的 希望之花的话 那么 他大概很难死去 总有人会执迷不悟 比如王轩自己 阴霞海 的确没有超凡时期温度高 爆裂程度降级了 再加上 他现在的元神更强了 他如同在温水中游过 没有觉得受到伤害 等月出阴霞海后 这里不再盗取时光 时间的流速和现实世界相近 这是早先他就有过的体验和感受 海面十分危险 各种陨石 浓郁的红色流光等 从天上霹里啪啦地落下来 这里的红色能量等级提升了一大截 对现在的王轩还有一定的威胁 他感觉要烧起来了 但可以坚持住 为了赶路 他直接踏上逍遥洲 手中拎着玉道枪 这么强大的武装 足以应对任何变故 超凡的源头世界 有真正的生灵吗 王轩自问 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里似乎只有能量和奇物 难道真的和微观世界有关 亦或是说 这里纯粹是力量支援的具现化 逍遥洲奇快无比 难怪说可以借他渡星海 一抹流光光滑过 光阴碎片大爆发 在质宝附近出现 王轩有种在时间海中走洁净的体物 很快他来到红色超凡物质世界的尽头 在这里眺望 数十上百个源头 色彩斑斓的超物质世界 非常的绚烂 让人要迷失 他选定金色的世界 搜的一声 跨界了 已经来过一次 现在至宝带着他瞬间闯到了边缘地带 空的一声 金色的大浪拍击 将他覆盖 他没有用遇到枪阵伞 而是沐浴当中 这种滋味有些苦 元神十分难受 如果说红色物质像是无边火海 那么这里则像是无尽雷霆 他遭雷劈呢 满身都是金霞交织 他不受控制的摇动着 张嘴尖 元神之光混着闪电 他举手投足 打出的都是雷光 毋庸置疑 只要能承受住 吸收进元神中 现在他施展各种术法 杀伤力多大的惊人 下时间 他将妖主和他父亲的绝学施展出来 万仙度截取 顿时无数雷霆密密麻麻 从天而降 他觉得仅此一击 就能将木青剔成渣子 将钩盾打成蚕尸 真强啊 这里该不会就是雷霆世界吧 化成了金色的汪洋 他有点怀疑 天结之力是否就来自这个源头世界 可是 这又经不起验证 他现在比帝先厉害 实力接近养生主 但是 真要是天结之海 他依旧要行神俱灭 被金色的浪涛拍击 他很狼狈 剧痛难忍 虽然比第一次遇到红色物质 使抵抗力要强 但还是有撕裂之痛 遇到枪 逍遥周 沉寂无声 但是可以看到 一路上他们都在默默吞食 虽然他们很安静 但是 身体也很诚实 王轩渡海 不时以浪涛冲击自身 乘风破浪远行 这个过程 汪洋拍击 汉海席卷 对元神的杀伤力极大 可如果能熬住的话 这又是最好的洗礼 按照各种点击所述 用雷霆冲洗元神 属于极高层次的活化和提升 只要能坚持住 最终会有巨大的好处 熬了很久 最后他撑不住了 过犹不及 他并没有勉强 修行路上一张一尺很重要 一根筋绷到极限 可能会突然折断 他催动至宝 逍遥中发出朦胧的光 将他覆盖 挡住了无边的骇浪 越向金色汪洋深处进发 浪涛越刺目 拍击而起 溅落向天穷的浪花 像是可怕的天结肆虐 王轩动容 如果没带来至宝 纯粹在这片世界修行 第一次他绝对不会深入到这种地方 需要慢慢适应 汪洋深处极其危险 以他超越地先的修为 如果长时间待下去 也可能会被溶解掉原神 渡海很枯燥 除了风浪 就是和海面一个颜色的金色天穷 整个世界只有一种色彩 海中无活物 真的连一个森林都没有 甚至 他驾驭逍遥周入海 在金色大阳下 一片死寂 没有水澡 更不可能有鱼群等 他认为 这应该只是具现出的金色汪洋 并非真正的海 在这种世界中航行 举世茫茫 只有他自己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他已经有了种孤独感 还真想碰到一个生物 想到上一次的植物 花蕾窑洞出漫天的光 果实带着芬芳 他现在越发确信 那是了不得的东西 在没有生命的大阳中 出现那样的神职 太异常了 在海中狩猎 寻找奇药的过程 实在太单调了 他来到天空中 逍遥周冲破云霄 再上方俯视大阳 到了最后 他更是催动至宝 尝试冲出这个世界 想看一看 毗邻这个源头世界的外面什么状况 出了色彩斑斓的各种超凡源头世界 外面也有无尽的虚空 他在金色的云端旅行时 身体突然一僵 他好像听到了声音 在那域外 在那无垠的九霄上传来 像是有人在窃窃私语 像是有人间在密谈 什么情况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死寂的超凡源头世界 还真有生命体不成 他注意聆听 低语声 如和风细语 润物无声 洒落在他的心田 让他全身舒泰 原神冒出光雨 在这片时空流动 恍惚间 要飞升了般 声音很轻柔 并不简单 似有神秘人在交流 从未知之地传来波动 让王宣觉的春风拂面 他沉醉当中 甚至 有了种慵懒感 似要在这里沉眠 他赶紧让自己清醒 这是什么体验 他的原神发光 全身放松 像是和赵青汉一起坠入温柔乡中 他有种时光悠悠而过 春日不愿起来之感 想继续休憩 一梦千古 第605章 新天聆听为尽之语 那种轻语像是春风话语 丝丝缕缕 滋润人的心田 王宣满身都是光雨 舒服地让他想身影 虽然是原神状态 他也有种眼皮越来越沉重之感 但是 他知道 绝对不能昏睡过去 不管是好还是坏 真要是一梦千古 外面他的身体会 量掉至于家人和朋友 或许此生都见不到了 他运转精神法门 效果不大 直接轰了一声 给自己来一挂雷电 真疼啊 他不得不下重手 刚才他连着运转数种精神法门 居然都没有挣脱出那种状态 唯有下狠手才行 现在他的精神力化成的长发都有些糊了 但确实保持清醒了 那是谁在低语 居然有这么大的威能 他认为 不像是幻境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 有声明在对话 你们听到了吗 他问两件至宝 出乎预料 连逍遥周都没那么高冷了 发出波动 表示听到尼南生 从极近遥远之地传来 自从来到超凡源头世界后 他的朦胧的意识不再平静 这个过客十分特别 不同以往 在这个年代 他竟能找到路 可以提供极其霸道的超物质 只是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毕竟 身为至宝 永结不灭 走过一个又一个神话时代 什么样的生灵都见到过 曾有生灵极尽升华 徒手鸡断扮成熟至宝 让逍遥周至今都还记着其英容笑貌 还有一位奇人 成功熬过超凡寒冬 连着活了三个神话时代 最后却是因为一场意外才死去 如果不是因为被剑群攻击 那个人或许可以长青下去 还有人也曾找到一种毅力 可以勉强维系自身 但是 那种超凡之力有很大的隐患 最后惨死 默默唧唧 碎碎念 烦死了 不知道在说什么 遇到枪发出一时波动 他自然也听到了 主要是极其遥远 那低语声态飘渺 像是从世界之外随刚风吹来 十分的模糊 两件至宝也听不清 王轩没嫌烦 那绝对不简单 他都接近养生主了 可是 仅是听到朦朦的低语声 就险些昏沉过去 这预示了对方拥有伟力 相当的可怕 是超凡源头世界的至高生灵吗 咱们如果接近的话 不小心被发现 能逃走吗 王轩问道 他很想探索一下 逍遥周梅出生 历经很多个神话时代 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他要是敢说自己是天下第二 能逃的至宝 没有人敢说天下第一 主要是逃自太难听 他是至宝 逃什么逃 吐不出口 遇到枪无所谓 反正没什么能毁掉他 连昔日最强对手燃道灯 都被他激烈了 再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 他们两个判断 那种低语声 不见得源自这里 而是隔着天欠这道让王轩松了一口气 他确实不愿过于冒险 不可预测的未知 大多并非机缘 而是会致命 王轩正拖出金色物质世界 借至宝远航 并在虚无中眺望 越发感觉到超凡源头的浩瀚和可怕 数十上百个世界连绵无尽头 皮铃这里的是一个紫色大世界 沿着低语声接近 是在紫色物质的源头世界内吗 有声铃在发生 不过 当真正触及这个超凡源头世界 那对话声却更微弱了 不在这里 自冥冥中而来 穿透时空 轻语声抵达这里 大概率并不是在源头世界内 这是遇到羌的判断 骄摇舟身体很诚实 隔着很远 透过戒壁 就开始吸收掉部分紫色物质 它确实不再高冷了 而后也发出自己的见解 了不得的生物 很强 它能接引金色超凡源头辐射出去的神秘物质 能吸收部分紫色超凡因子 但是 它进不了真正的源头世界 按照它的说法 这是极致强大的生物 在感悟天地庙里 沐浴超凡因子 一言一行都涉及到了法则 有不可揣夺的生灵 比如说 是某种极致强大的怪物 当属于一片宇宙中的巨头 在至高净土中谈经论道 传到了这里 王轩称目结舌 难以置信 骄摇舟表示 它也只是在胡乱猜想 并不能当真 有那么一些可能 或许有元神数次大面盘的生物 感悟道则 吸收超凡源头 辐射出去的因子 在那里谈话 传到了源头这里 这意味着 我们听到的低语声 可能涉及到了道则层面 像是道之灵衣在荡漾 波及到了这里 王轩出神 内心惧震 遇到枪开口 或许 也只能传到这里 他们在密语 以道则交谈 对超凡源头这里没有防备 他们所在宇宙的其他生灵 反而听不到 这两个生物到底有多强 王轩口干舌燥 今天意外听到的低语声 可能来头大的骇人 别自己吓自己 他们又过不来 再强还不是要接引超凡源头 辐射出去的因子为己用 我不处他们 如果你足够强 能持枪刺死他们 遇到枪非常自信 认为自身无坚不摧 这辈子还没伤损过 没有他贯穿不了的阻挡 太远了 听不清 我们靠近一些 王轩开口 既然猜测到 那两人不属于这里 自然没有什么担心了 交谣周发光 光阴碎片大爆炸 身为至宝 他对其人 对破线的森林也很好奇 想要探查下 煞时间 他穿透时光漩涡 横渡出去天文数字的路程 这块区域相当的暗淡了 模糊了 背离超凡源头世界 像是在驶入一片深渊中 渐渐的 他们听到稍微清晰的声音 有个生物像是在苦叹 有些无奈 隐约兼给人沉闷的气氛 有种无力感 到了这里后 王轩又要昏沉了 那种对话 涉及到了规则的扩张 估计真的是一方超凡大世界的巨波之一 还好 他手中有至宝 逍遥中发出朦胧的光 将他覆盖 有效过滤了一些神秘纹络的冲击 简然 对面 无计时空之外 那个地方不是枯竭的宇宙 两个可怕的生物 都极致强横 时光洞的副洞主 战死了 培育多年的 时光弓跟着 可惜哪怕是以道则形势蔓延过来的波动 虽可以理解其意 但抵达超凡因子的源头之地 还是断断断续了 不是很真切 时光弓 无限接近 为近级别 再有百年就会彻底成熟 可惜 王轩动容 他这是听到了了不得的秘密 两个不可揣夺的怪物 以道则秘语 无意间传到这里 后面的声音变弱了 确切的说是道则联音没有那么强烈了 越发模糊 听不清了 我们这是在听墙根 窥探超凡世界顶尖人物的秘密 王轩说到 太意外了 居然在这里听到这种事 他拱摸着 这应该不是现实大宇宙 毕竟枯竭竭了 上哪里去找这个极数的高手 这是跨时空 隔着大宇宙 在聆听密语 他有点猛 这不能怪我们偷听 是那两个生物自己非要说 而且 没听懂 这次片语 对我们有什么用 遇到枪不在意 按照他所说 两大巨头以道则秘译 面对超凡源头世界 自然不会有什么保留 值得人深思 王轩点头 道 确实要注意了 以后 有些秘密只能留在心中 连两个不可思议的生物盘坐在至高净土间 面对超凡力量源头低语都不保险 低语生沉寂 再无波动扩散 显然两大巨头结束对话 整片虚空幽暗而深邃 只有超凡因子一散而过 王轩驾驭逍遥州 离开这片像是深渊的地带 回归金色世界 琢磨了很久 看来以后原神应该常驻此地 那样的巨头 未知的怪物 大概率极致强大 他们的倒因这次是对时事的评述 以后若是涉及修行中的秘密 那绝对是无价之宝 不久后 王轩离开这里 原神驾驭逍遥州回归现实世界 在地底深处 行神合一 肉身睁开眼睛 以后属于修行部分的原神之光 要长期在超凡源头神游才好 现实的原神之光依旧在现实世界 和肉身一起继续深游 生活 他自语 这倒没什么 因为 现在他足够强 一念间 两股原神之光就能交感 互通有无 刹那合一 随时可以照射回来 不会再失联 赵清汉也刚回到家中 脸上挂着笑 灿烂且很甜 发丝黑亮如绸缎 气色很好 到 我今天检测了 身体活性因子变多 生理年龄不足二十 按照这种指标来看 好像比以前年轻了 逆生长了一年多 这是我的功劳吗 难道我成功转化出了一些柔和的超凡因子 王轩琢磨 还是说 是生命池的缘故 现在 那件质宝经常被赵清汉带到实验室去 超凡血液放在里面 不容易发生变化 可以长期保持超凡属性 赵清汉以为他在调戏他 脸色微红 打了他手臂一下 结果反被抓住了先手 机械小熊在厨房中 苦练炒菜神工 次日 王轩开始付诸行动 神游和神游同时进行 现实的他翻阅经文 和朋友聚会去实验室了解进展 接照清汉下班一起回家 忙碌而充实 半年后 王轩的原神以两件质宝武装自身 在探索紫色超凡物质源头世界时 再次听到模糊的低语声 他赶紧驾于逍遥洲 冲了出去 围入虚空 接近一片像是深渊的黑暗区域 时段时序的声音传来 机械金刚 杀了 得到那件顶级违禁物品 第606章新篇领东已至 机械金刚 听起来感觉像是机械生物 这专只是一个生灵 还是一个族群 王轩神色凝重 该不会是隔壁超凡大宇宙 正在发生的事吧 这次是谁在和机械金刚激战 某位巨拨被杀了 还丢失了一件顶级违禁物品 方雨竹 燕明成 白净书他们渡海远去 要进入的超凡世界会是那里吗 最终是否成功了 王轩觉得 聆听到的时事同辈生命池和一件 违禁物品联手贯穿的那片宇宙有关 很多和科技有关的 圣灵意来自那里 可是近古以来 那些母船无法返航 回不去了 那片宇宙疑似出世了 最新消息 神海 知主 战死 违禁物品 明轮 被击碎 低语声再次传来 王轩脸色微变 那片超凡大世界在流血 十分激烈 有金字塔顶端的生物在搏杀 疑似处在特殊的大时代变革中 连智宝都被打碎了 这在实在有些骇人听闻 绝对是最可怕的年代 不足半年的时间 紧接连听到这种事 上次是时光洞的副洞主战败后被杀死 同时有一张时光弓跟着被毁掉了 你们的时代 智宝经常碰撞吗 在历史中毁掉了一些 王轩醋梅 问眼前两件可以对抗大宇宙纠错的违规物品 遇到枪静默 没有回应 逍遥周复苏 传出一时波动 告诉他 很少有至宝间的生死对抗 败了就结束 不需要打碎 在这片大宇宙中 一个超级文明底蕴足够强大 运到足够好 才有可能培育出一件至宝 属于一位文明消亡在历史中后 唯一能留下的不朽痕迹 证明曾有一个文明出现过 辉煌过 所有超凡文明最后面对的都是超凡寒冬 有共同的可悲历程 存在的神话被证明都将消散干净 所以 至宝彼此间可以理解 很少分生死 灭掉另外一件 我战斗过 厮杀过 但没有预识据焚过 逍遥周无情绪起伏 直接说明情况 遇到枪决的被内含了 但十分平静 发出意识波动 我是天地生养 文理自然而成 无坚不摧 燃道灯很强 那一战我不尽力的话 最后留下的就不会是我了 燃道灯这么强 王轩惊讶 第二至宝似乎很特殊 比他想象的更惊人 这么看的话 并列第二的慕天静也极其不简单 不过 当想到慕天静淡过的事 话时为虚 话虚为时 倒也可以理解他多么的违规了 确实可怕的邪乎 逍遥周眉吭声 他也被遇到枪戳过 周底现在还有个小坑 没彻底抚平呢 谁能想到 科技 神话 他们竟复苏 又有至高层面的生物低语了 连一荡漾 划过无际时空 传到这里 王轩皱眉 认真聆听 但是 这次的话语让他有所猜测 但是没有能确定下来 心绪不宁 宇宙中 有些星辰看他在闪耀 但很有可能早已不存在了 那些光丽经很多年才传到眼前映现出来 而在这里 我听到的声音 是不是也意味着 其实并不同步 可能是很久远以前的事 当然也有可能 这里是奇异之地 既然拥有逆速历史的违禁物品 我是不是意外听到了未来的声音 王轩各种想法都出来了 问两件至宝 哪种猜测更靠谱 遇到枪道 你想多了 这是一个宇宙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怪物在地域 在密谈 是以道则连一荡漾到超凡物质源头之地 同步进行 不会有时空陷阱存在 王轩哑然 看来不需要胡思乱想 若是狩猎神魔之地 以枯竭对抗 不久后 王轩听到这几个字 顿时郑重起来 原神瞳孔射出可怕的光束 他全力捕捉声音对面 在商量着了不得的事 似乎关乎那片超凡世界的命运走向 王轩神色严肃 暗自琢磨 可是 让他很恼火 两个至高层面的怪物 其耳语声太弱了 连面对超凡源头都要守秘了吗 你们听到更多的声音了吗 王轩问两件至宝 交谣周告知 他能听得这么清晰 还是因为他复苏所致 自时空漩涡中牵引来那些声音 不然更模糊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违禁物品 王轩听到得会更加有限 直到最后 无尽遥远的时空对岸 彻底铭记了 再无声音传来 只剩下超凡因子流动 蔓延 这里一片黑暗 超物质向着深邃之地落去 很像是流向深渊中 而早先的低语声也是从那里传来 箭矢中的大宇宙 像是一片又一片深渊 我们所在的宇宙也如此吗 我是深渊生物 他咕咒 他收起这种清奇的视觉 认真考虑搜集到的信息 在另一片超凡大宇宙中 大概正是战国时期 无论是张启帆 还是科技圣灵 提供的线索都表明 那里科技文明高度发达 可是现在正动用违禁物品厮杀 并有神话生物参战 究竟发生了什么 怪不得来这片宇宙的体验者 都回不去了 他们的母宇宙真的出事了 王轩的原神依旧在这里神游 修行 壮大己身 大半年来 他的道行又有所精进了 同时 他现实世界的肉身 也一直在接纳红色超凡因子 每天都让他们游走于血肉中 他自身的适应性越来越强了 周末 赵清汉练完体术后去冲洗 换了一身居家服饰 为了保持曲线好身材 这些年他从未放弃修行 喂 嗯 好的 你发到我邮箱吧 他在和人通话 恢复了冷艳气质 这个电话似乎很重要 结束通话后 他坐在王轩身边 接收电子邮件 然后将各种图片真实投印出来 浮现在房间内 你让我关注古飞船 我委托了星星和旧途 以及星空中不少组织 近期样式成就 有年代感的飞船 确实出没的多了一些 在星空各地相继被发现 赵青汉将各种信息 还有拍到的图片指给他看 美丽的面孔略显严肃 因为他很清楚 与其说王轩在关注古飞船 不如说他在盯着和另外一片宇宙有关的圣灵 王轩面色变了 心中不宁静 他确实在调查 异域圣灵的事 毕竟和超凡宇宙有关 尤其是最近听到的 耳语过于惊人 此外 他不会忘记去密地 接召清汉和无音回家那次的事 发现一艘古飞船 当时他和几个圣灵 密切接触了 有过短暂的交流 让他印象深刻的不止 只是那几个圣灵提及违禁物品 让他最为重视的是 那几个圣灵略显悲观的谈道 如果有一天 这片宇宙的体验者变多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几个圣灵直言 对体验者而言 意味着大劫难到来了 对这片宇宙的生灵来说 也不是什么好局面 王轩沉思 局势向不好的方向转变了吗 他们回不去了 理论上 无法和对面取得联系 而现在的陈旧飞船却变多 是因为什么 圣灵感觉到了什么 活动加剧了 还是说 他们其实能和超凡宇宙沟通 又有飞船过来了 王轩认为 如果听到的低语声为真 那么超凡大宇宙中 真有可能陷入了战博时期 正在激烈变革 特殊大时代的冲击很可怕 会否波及到外界来 还有一种可能 陈旧的飞船 都像是经历过岁月的无情洗礼 而张启帆告诉他 依照其祖先留下的笔记来看 那些所谓的体验者是时光中的旅客 增行走于紊乱时空中 现在看 难道他们从混乱的时空中彻底走出来了 有些麻烦 王轩看过邮件 确信有些应该就是古飞船 和另一片宇宙有关 赵青汉抓住他的一只手 带着笑容 安慰到 这片宇宙枯竭了 即便有什么生物出现 也很难成气候 不是每个神话强者都能适应这种大环境 历史有规律 逝去的那些文明留下了太多的证据 我相信 现在只有你失特例 你说的对 王轩沉重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 并不是失去了警惕之心 而是理清了一些头绪 大环境很残酷 领冬已至 那些圣灵 还有圣灵之外的古怪 如果真想翻起风望的话 没那么容易 不过 按照已知的情况来看 如果出现异变 反而是圣灵最害怕 他们早有某种不好的预感 王轩 世帝又覆灭了一个 张启帆突然来电 声音发抖 似乎内心无比的恐惧 在年前 八大世帝中的蓝湖世帝就永远的除名了 这次是哪个 具体又什么情况 王轩问道 雨成世帝 张启帆的情绪波动非常剧烈 他心底满是寒气 下一个会不会就是他们 一个被誉为雨化飞升盛进的世帝 曾经无比的辉煌 比这片宇宙某些仙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名气极大 还在世帝前三甲内 第607章新片大舞台自迷雾中露出 我们真的怕了 最强世帝之意都被人一夜间灭掉 留下的六大世帝人人自危 张启帆有些消沉 回首过去 世帝是和各大结界平起平坐的地方 底蕴不比仙界差 在这个时代却如野草 被人拔掉 王轩问详情 这让他都无比重视 再怎么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最强世帝之一息覆灭 问题极为严重 依旧是那个全身被黑色甲皱覆盖的神秘生物 带着半成熟的至宝 巨兽 打杀了所有人 雨成 十分恢弘 历史悠久 荷兰湖是地有相近的地方 城外的紫竹林下埋着无数超凡海谷 禁锢了大量古圣林 全城森林 连有一个逃出来 被全灭割干净 紫竹林下的古圣林则成为药草 被收割 当场炼药 张启帆发来一段影音 果然是那个生物 身上的深渊黑金甲皱有些偏科技风 更像是神秘机甲 雨成所在的心情 科技很发达 卫星天眼清晰捕捉到全过程 神秘人登上飞船后 摧毁大量卫星 太空中全是电火花 是和另一片宇宙有关的堕落 圣林吗 赵青汉也在盯着屏幕 看那个人乘坐的黑色飞船很陈旧 带着岁月洗礼的痕迹 很像是从紊乱时空挣脱出来的舰船 王轩并不能确定 那个生物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有留下过多线索 似乎只想收割药草 科技圣林过去从未干过这种事 大多都是在低调的体验 其中的堕落者则是潜伏 取代宿主等 他们像是在忌惮什么 不想暴露出自身 而这个神秘人则不同 十分高调 手段异常的霸道 不加掩饰的剥夺 索取 动辄负面一地 一个生物都不放过 你来救土吧 王轩说道 身在这里 他自然不会让身边的人出事 张启帆略微沉默后 说过断时间会过来 若是让王轩保护他们一整个弑地 他自己都张不开口 目前 他们只能化整为灵 离开明园市地 那个生物对他们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当然 也有人不愿走 依旧在实验室中继续搞研究 认为他们这里没有古圣灵 不至于招来祸端 十几日后 张启帆来了 加入救土的实验室 带来明园市地的部分成果 对赵清汉的生命科研所非常有益 接下来的几个月 其他市地没出事而 新兴和旧土如常 没什么特别的事 至于星空 实在太浩瀚了 虽然科技文明很辉煌 但是 想要了解一片新海的各种动静 难度过大 就更不要说无垠的宇宙了 人类 大海 一整颗生命星球 甚至一片星系 在深空中都如同一粒尘埃般 微不足道 不过 总体而言 应该没有大事件爆发 不然 即便之后 也总会扩散开来 估计到各地 到目前为止 大宇宙纠错 超凡落幕 依旧是这些年来最大的事 逆地 新兴 都曾有股飞船出没的影迹 越发频繁了 赵清汉接收到最新的调查报告 科技圣灵的活动愈发明显 不过 始终没有发现纳松覆灭两大事地的特殊飞船 彻底失踪 这是在赵清汉的公司中 今天王轩也来了 和他一起看资料 老板 在整理古文名留下的各种实验资料时 有新发现 年轻的女助理激动地忘记敲门就闯进来了 他立刻发现 平日冷静沉稳的赵清汉 此时居然带着笑容 一副居家风格 和平日的气质截然不同 什么发现 赵清汉问道 助理收起惊讶和八卦的心思 赶紧汇报 道 来自遇到清汉名 整理他们的资料库时 意外破译几个不相关 无明显关联的残缺单方 结果我们发现 合在一起后 似乎是一种完整的进化药剂 很快 张启帆急匆匆推门进来了 面色有些紧张和不安 也有些激动 道 最新破译出来的完整单方有问题 助理为他倒了一杯水后 带上门离去 张启帆压低声音 道 是以古圣灵为药草 无论是赵清汉 还是王轩 都明白了这张单方的可怕 那些圣灵可不施善类 在神话时代 都很强 专吃修士的元神 遇到其所在的超级文明 居然留下这样一张单方 最为关键的是 瞬间让人联想到覆灭两大师弟的神秘人 他是在按照这张单方面药 赵清汉 额眉微醋 实验室的单方早被人发现了 是从旧土泄露出去的 张启帆面色变了 王轩摇头 三年前 那个神秘人就在收割药材 炼制奇药 而那时他还没有将这些资料送给实验室 赵清汉白皙动人的面孔上恢复冷静之色 道 古飞船不时出没 不仅和另一片超凡大世界有关 也可能涉及到我们这片宇宙中的奇人 现在 情况错综复杂 一张古丹方禁牵连出这么多 那个神秘人难道和遇到其所在的文明有关 如今 腐朽下去的超凡地界 并没有清澈见底 依旧有大物 向前望去 并不能全部看清 另一片超凡大宇宙 又进入战博时代 有个别质宝都被击碎了 或许会波及到外界来 而这边状况也并不明朗 赵清汉清语道 逝去的超级文明 最灿烂的神话时代 是否都有其人留下 在暗中行动 做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 很有可能 王轩点头 他以前忽视了这一块 一直以为现存的神秘 同科技圣灵有关 对失去的超级文明疏忽了 张启帆发呆 默默思存 他也被惊到了 好长时间后才到 我以为神话之花凋落 吹散超凡大物 只剩下可怕的寒冬 一切都会很枯燥和单调 可是现在看来 我怎么觉得 这个舞台有些可怕 才露出真实的一角 各种怪物才走出来 连世的说灭就灭了 让他觉得惊悚 不要过于担心 井水不犯河水 他们不惹我们 各自相安无事最好 如果真有碰撞 也不用怕 王轩开口 他认为 那些人行走于大雾中 并没有真正到台上来 必然同样受制于大宇宙 对自身影响很大 张启帆道 多是知秋 逝去的文明 奇人 体验者 科技圣灵 另一片宇宙 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王轩在赵青汉的办公室 和遇到枪沟通 想了解那张丹方 以及那个文明 有什么人可能活了下来 不清楚 我和实验室的那群人 没什么交集 他发出微弱的光 不过 他也提及一些事 曾经出手 定住天语 其面从紊乱的时空中 卷出来很多搜谷飞船 送给了实验室 当然 江部属于那个时代的 飞船从时空漩涡中 拘禁出来 难度极大 要付出一些代价 并且 猎物也要付出代价 承受恐怖的岁月威压 没有保存很久 猎物们就化成尘埃了 张启帆道吸冷气 第一至宝能进 将时光中的旅行者 捕猎到手 直接就卷出来了 实在过于恐怖 发觉有人在光阴漩涡中窥视 我那个文明的强者自然要出手 不过是其面定住了紊乱的时空 活捉俘虏 要是我的话 直接一枪拳刺死了 遇到枪不以为异地说道 那次实验室的人得到不少宝贵资料 多日以后 还能听到他们激动而又振奋的声音 就吐这一日过后 一切还是在正常轨迹中 没有什么变化 王轩和赵青汉婚后的生活平静而美好 温馨中不缺乏激情 机械小熊经常吃狗粮 为此夜间直接回飞船 晚间 在练金色竹简上的体数时 赵青汉的紧身衣被汗水打湿 极佳的身材曲线尽显无疑 疼 停下 虽然心智强大 但是现在他也坚持不住了 正在接触极为霸道的超反因子 王轩右手中 蒸疼出一丝丝红色物质 虽然量不多 可注入他的身体中后 血肉之躯还是承受不住 短期没什么效果 但每天两人都在坚持 想帮他适应 当年他为保持好身材 随便事实都能练出名堂 天赋自然相当不错 王轩从身边亲近的人开始 如果他能逐步适应 那么其他人也都有希望 陈永杰 老钟 刘淮安等人 最近这大半年 也都在接触爆裂的超物质 他们彼此住得很近 每天都会过来从生命池中汲取红色物质 熊今晚也只能坚持到这里了 机械小熊软啪啪 被烧得通红 他接触的红色物质较多 一心想变回超反熊 有些晚了 良辰美景莫辜负 熊就不打扰你们了 他一溜小跑 离开这里 漫天繁星 月光灿烂 王轩感觉机械小熊 比以前灵动了一些 面无表情 一本正经地开玩笑 走了 赵青汉牵着王轩的手 此时 他们身在户外 主要是避免红色物质烧掉房屋 王轩直接背起他 惹来惊呼声 他们快速划过夜空 飞回居所 在这个时代 只有真正的第先级以上的生灵才能轻松以肉身飞行 宇宙深处 刺目的光绽放 那时时光碎片在大爆发 有母舰从紊乱的时空中进入现实世界 空偶 又一个地方 光阴碎片飞舞 有成就的庞大无比的飞船出现 挣脱时空漩涡 然后 这些最强大的母舰 开始汇聚向一地 第608章新篇体验者和堕落者其出 宇宙中 流光如火 瞬息间滑破漆黑的虚空 伴着时光漩涡的光雨 性能极为强大的母舰在一片枯寂的星空中相继出现 我们的宇宙故乡怎样了 有人开口 声音沙哑 这个生物身在一艘极为庞大的母舰中 船体比一般的小行星还要大 可以看到 船的外部满是岁月的痕迹 它在宇宙中漂浮很多年了 直到今天才复苏 可以预见 局势极为不乐观 或许 几艘母舰到来 只是短暂的接触而已 一种低落的情绪就蔓延开了 是否有人在最近借助违禁物品 撕开宇宙通道 再次过来了 这些飞船有的从紊乱时空中挣脱出来 有的早已生活在现实世界很多年 现在聚集在一起 还未发现 如果真出现那种状况 说明局势恶化到了极其严峻的地步 不过有信息隐约兼传制 已破译出部分 我很想回去 可惜 找不到路了 如今那里是超凡世界的中心 有着最为璀璨的大舞台 英雄辈出 最顶级的违禁物品复苏 这样的大时代 如果不能投身当中 太遗憾了 矫情 你应该庆幸当年来到这片宇宙中 不然的话 坟头草都已经蜕变成参天大树了 根据破译的内容 最强违禁物品之一太初母舰 三百年前出现了 可是在五十年前 被磨灭部分超凡之光 船尾被批出一道裂缝 最强违禁物品之一太初母舰 它不是消失在无垠的起源海最深处了吗 居然又出现而且受损 这得多么激烈 且所未有的大时代 什么大时代 超凡忠心在偏移 我们可能会被灭族 并非你想象中的英雄辈出的绚烂盛世 而是我们在战败 其他界域 其他种族先后崛起 其他荒芜之地在凡圣 是他们的史诗篇章在谱写 基搜母舰中 有臭名昭著的堕落者 也有真正的体验者 当接到特殊的传讯后 在此碰头 将放下所有成见 从此走到一起 这关乎着他们的生死存亡 感受到故乡让人要窒息的压迫感 他们要提前准备 未雨绸缪 数日后 几艘母舰散开 分别消失在茫茫宇宙中 各自都有任务 除了母舰外 还有其他超级舰船出现 接到命令 分头去行动 深空中 一艘比母舰都晓不了多少的黑色巨舰出现 主导者是一对青年男女 为兄妹 都有一头银色的长发 男子留着银灿灿的短发 很精神 也很英俊 鼻梁高挺 眼睛炯炯有神 他叫明伦 和故乡的某件违禁物品同音 在一片神话海洋中 孕育着违禁物品 明伦 极为强大 女子银发其妖 如同光华的绸缎子 她是男子的妹妹 名为贤月 也和超凡大宇宙的一件违禁物品同名 父亲 我知道轻重 会做好这件事 接近那个人 明伦身材挺拔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这兄妹二人正在面对大屏幕 和一个脸色严肃的银发中年男子远程对话 对方在一艘真正的母舰上 是数日前的聚会者之一 中年男子在叮嘱 严厉告诫他 不要任性 您论点头 道 您放心 我不会乱来 我又不是堕落者 更不是补经者 在这种大环境下 我就是有心去乱 也没那种力量啊 父亲 消息可靠吗 在这片宇宙中 还有我们故乡的一件顶级违禁物品 银发女子贤月问道 大屏幕中 银发中年男子点头 他现在即将远行 这次的使命就是负责寻找那件传说中的恐怖物品 父亲大人 助你旅途顺利 成功找到那件器物 这对兄妹送上祝福 结束通话 不久后 这艘巨舰驶向仙道之地 快速穿透黑暗 舰船性能非常恐怖 远超其他飞船 途中 有一艘银灰色的大型古船从远方的虫洞冒出 快速接近 竟能够追赶上那对兄妹 很快 带着斑驳岁月气息的银灰色古船 主动向黑色巨舰发出信号 想要对话 他是 堕落者 原道 黑色巨舰中 一发女子贤月看到屏幕上的身影 露出金融 用精神和他的兄长交流 明伦暗中回应 是他 在堕落者中都算是凶名赫赫的人物 连很多的体验者都在躲避他 不愿和他产生交集 虽然在这样评价 但明伦脸上带着微笑 温文尔雅 和堕落者原道打招呼 没有据人千里之外的意思 我听闻仙道之地上古珠黄之乱和他有关 潜月问道 对这个人保持警惕之心 他很清楚 这个神话纪元 上古时期 超凡之光神圣烈 根本没枯竭 仙道之地强者众多 结果还是被这个堕落者折腾出大乱子 明伦点头 以精神之光告知 嗯 原道和一个名为商议的土著 还有堕落者中的最强者 穆 三人联手 确实无比血腥和可怕 潜月道 但是 我听说原道并未如愿 那次没有能成为堕落的体验者 还险些丢掉性命 最后平白成全了商议 嗯 当初的第一人 拥有特殊的内景地 相当的恐怖 临死一战造成的破坏力不可想象 另外 似乎还有别的隐情 可能和其人有关 明伦和弦月两人在以精神交流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瞬间 根本没影响他和屏幕上的原道微笑问候 这种事如果传出去 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 上古之黄之乱 涉及到第一人死去的真相 竟有种种隐情 和堕落者原道有重大干系 宁伦 好久不见 你精神之光一体而出 越发强大了 原道打招呼 他看起来似时出头的样子 唯有一点血腥和堕落的气韵 相反 像是个学者 戴着眼镜 整个人内脸 含蓄 颇具书卷气 前月心中微惊 自己低哥哥和他很熟吗 似乎不止一次相见了 哪里比得上您 我这点实力远不够看 在这种大环境下 活下去都成问题 宁伦开口 谦逊了 后生可畏 原道服了下眼镜 他和这片宇宙的人为区别 此时说明来意 你要去接近那个特殊的人 需要我帮忙吗 他此时不再是那脸含蓄的样子 眼中有神盲划过 道 你知道 我是补经者 经验丰富 你要面对的人十分特别 找我联手的话 最合适不过了 前月哑然 这还真不愧是凶名赫赫的堕落者 都到这个年代了 还想补获巨精 在体验者中 将这片宇宙中那些极其特殊 注定要猛烈崛起 会照耀一个时代的修行者 称为巨精 如果入主了他们的身体 体验他们绚烂的一生 对堕落者的好处是巨大的 实力将会飙升 宁伦笑了笑 摇头道 他身上有这片宇宙的违禁物品 而自身也异常特殊 您不应该冒险对付他 我们应该换个角度考虑 尝试临近他 接纳他 原道书卷气不减 平和的说道 明伦 虽然大环境不同了 而且他有这片宇宙的违禁物品 可在这片天地发挥出最强力量 但是 我补经不需要自己动手 一样能收巨精 得其人生 这个人是我近些年重点研究的对象 我不会错过 他应该掌握了毅力 确实比较棘手 但是得到毅力 维系修行的人 一般都会出大问题 我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机会 其实你可以帮我创造 我们联手能拿下他 明伦拒绝 道 不 我父亲不会答应我这么做 我这次只是奉命拉拢 接近他 最好让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我觉得还是不要对付自己人为好 最终 双方好聚好散 就此切断讯号 各自上路 就这么结束对话 找他似乎没什么意义 圆道的副手 是一位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中年女子 发出疑问 圆道微笑 道 不 我在激活他的野性 我和他接触多次了 隐约坚决的 他对堕落者的经历有些在意 颇感兴趣 甚至 我认为他就是一个资深的堕落者 只不过隐藏的比较深而已 嗯 我让他知道 我即将出手 会去补精 那么 他如果是堕落者 肯定要自己暗中补精 提前进行 那么我需要的时机 就由他揭开了一角序幕 看起来温文尔雅 他是资深级的堕落者 副手惊呼 有可能而已 圆道翻看书籍 不再多说什么 嗯 两日后 圆道摘下眼镜 仔细盯着屏幕上的银色飞船 瞳孔收缩 巨精 怎么出现在深空中 远方 一艘小型飞船划过宇宙虚空 由机械小熊控制 王轩和赵青汉在欣赏星空中的美景 和不同的人在一起 心境是不同的 当年 王轩一个人的旅程 他感觉到的只是单调和枯燥 现在两个人的旅途 他们都觉得一切很美好 宇宙不再枯寂 偶尔飞过的流星很灿烂 景色非凡 王轩主要是想去频繁出莫古飞船的地方走一走 两人还没有单独旅行过 现在正好是机会 可以去精灵的博度 龙的世界 美人鱼的海国 四处看一看 度假 补上新婚姻有的历程 到了现在的境界 王轩的感知无比敏锐 尤其是他在特殊的年代都能修行 精神天眼和自身的底蕴结合 可感知到极其遥远的恶意 此时 他从远方那个交错而过的银灰色飞船上觉察到一闪而逝的恶念 顿时引起警觉 在看到事故飞船后 更加重视了 接近一些 王轩告诉机械小熊 熊扫描道 那艘飞船刚才所有武器都处在开火的临界点 暗中对准了我们 但是又在瞬间移开了 很古怪 机械小熊说道 王轩沉静 仔细感应 他觉得此前不是错觉 当年恶龙齐天要杀他时 他都能提前预感 如今的他道行更深了 自然越发的敏锐 银灰色的古船中 圆道沈声道 是巨金的飞船 他有所觉察吗 我只是没忍住流动出一缕堕落之光而已 清汉将生命池给我 银色飞船中 王轩开口 照清汉取出只有核桃大小的生命池 递给了他 质宝缩小到这么大 很适合戴在身上 王轩注入红色超物质 他渐渐发光 并变大起来 这次 他没有带逍遥州 因为 拥有第一级速的质宝不再那么高冷了 适合看家 留给陈永杰他们 若有意外 也能照应他的父母 两艘飞船稍微接近后 王轩猛然将生命池致出 我HASH 堕落者圆道看到那级速放大到山岳般的巨大违禁物品后 他震惊了 双方飞船刚交错而过 他还没有任何表示呢 对方就送来这样一桩大礼 要砸死他 太特么生猛了 空偶 一灰色鼓飞船炸开 瞬间就成为了宇宙尘埃 在质宝面前根本不够看 第609章新篇高危行业 晶空下 生命池带着赤红流火 极其耀眼 从远方飞了回来 缩小到鸡蛋大小 落入王轩的手中 远处 一艘巨剑解体 消失 直接被打没了 少许金属碎扎 没入空间裂缝中 被瞬间卷走 王轩毅力宇宙虚空中 让他觉得不舒服的生物消失了 恶意支援被斩杀个干净 他看了又看 然后回归飞船 继续赶路 远方 一颗生命行星上 某位领主的封地内 一座古堡中 一个中年男子 缓缓睁开了眼睛 此了 原本足以让我增长 三层精神力量的天生神体 一朝间被人打死了 竟遇到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暴徒 他满头金色长发 一身骑士装 长相不俗 但现在表情无比阴郁 实在压制不住心中的怒意 老板 您那个体验了八百年 实力极为强大的神体 意外消亡了 一个女子走来 也是骑士装 但是对中年男子的称呼很古怪 和这片骑士领地显得格格不入 是啊 养了足足八百年 那是一具天生精神力强大的艺人之躯 对我们这些体验者来说 可以称之为天生神体 天生仙体 结果就这么可笑的被人打死了 金发中年男子开口 他是原道的主意识所在的躯体 身为这片宇宙中座强大的堕落圣灵之一 他参与过上古诸黄之乱 和人联手绞杀过第一人 某些天纵奇才的人生先后被他摆弄过 这是他的修行方式 体验并结束他人的精彩人生 夺取他们的底蕴 那个有学者气质 戴着眼镜的原道 是他最近八百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为天生神体 经过他指导 亲自入主后 无法 在如今这种大环境下 虽然无法修醒了 但其精神力成熟了 由于要冒险做一些事 他并没有急于收割 让那天生神体代表他行动 和纵连横等 不曾想今天彻底没了 八百年的辛苦培育 心血结晶 一朝成空 我 锦号人民币府锦号 此时 他十分想杀人 心中像是给一百条毒蛇在啃事 实在太难受了 老板 你没事吧 其实装扮的女副手问道 同时有些后怕 那边的副手死了 幸亏不是他跟着 没事儿 原道冷静下来 但还是想不明白 真不讲道理啊 那个人什么都没问 直接就下了死手 不然的话 那个天生神体 或许可以通过献祭的方式 将大部分精神力注入虚空 他能以某种仪式收回来一些 干什么都不容易 做我们这行太难了 是个高危行业啊 动辄就惨死 不明不白的 人就没了 原道探道 有些话他没戏说 这个行业特别费助力 这么多年以来 他也失败过 受损过 但大多时候 他的精神能量 都能逃走大部分 可助力就没那么走运了 被人击杀没有二十个 也有十几个了 特高危 这个人十分特殊 以后和他有关的计划 在付诸行动前 我得先遗忘自我 不然的话 下次保不准会出大事 他反思 那个人的感知太可怕了 这都没见面呢 根本不曾接触 他只是路过而已 对方就将违禁物品砸出来了 没地方说理去 东 他一头撞碎城堡的墙壁 发泄出最后的怒火 副手问道 老板 天地大环境变了 雷法修行了 现在的各种收割行动 几乎没什么底蕴可拿了 还要继续吗 主要是他怕了 他是参与者 亲历过很多事 这次老板要补的是一头巨金 手中有违禁物品 这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距今 一个神话时代也见不到几人 不容错过啊 刚才虽然死了天生神体 但那个猎物 可以称之为超神体 超仙体 圆道里呈短发 抛弃骑士装 换上现代人的服饰 不久后 一艘飞船从这颗星球 冲破云层远去 接近仙道之地的黑色巨鉴 明伦和弦约收到信号 一个留着金色短发的男子 出现在屏幕上 明伦 我近古以来的最强体验 神体死了 你要小心 那个人异常敏锐 只要接近他 哪怕有一点恶意 也会出世 留着金色短发的中年男子 快速而直接地发出警告 哥 他是谁 简约问道 圆道主义是所在的真身 宁伦神色宁众 圆道告诉他 连以模拟人格出现都不行 需要遗忘所有不善的念头才稳妥 连最强堕落者都会出世 简约私下取笑 连体验者按照协议 寄居别人体内数十上百年 都可能会被反噬 更何况是直接夺别人人生的堕落者 历史上 被人干掉的堕落者不算少 留下的算是最厉害的一批人 随后 明伦进入密室 再次走出来时 他很灿烂 整个人像是经历过神圣洗礼 给人以真诚纯粹的感觉 哥 感觉你变了 简约露出异色 明伦点头 道 毕竟 过段时间有可能接触到那个特殊的人 虽然我对他没有恶意 真的想合作 但还是更争执一些为好 我进化了一下精神 我也进化一下 简约笑容灿烂 王轩和赵清漢的旅途很平和 没什么波折 当然 真有的话 也被他和平了 可惜 在那些古飞船出没之地 并无特别的发现 最近那些样式成就的舰船都远去了 分散向宇宙各地 赵清漢道 他们动作频繁 且突然远行 这是有组织 成规模的调动 他们应该有什么很大的行动计划 王轩思存 确实是这样 这些人或许会有大动作 他们来到一颗保持着原始风光的星球上 自然景色无比规律 落日的余灰染红山林 有巨大的不死鸟在飞 沐浴晚霞 宛若神话在线 载着两人一雄 飞向天空之城 沿途领略各种美景 这是羽族的盛情 当然 现在退化了 但他的本体依旧很强悍 勉强维持在超凡一段 王轩显露神通后 得到羽族认可 被视为贵宾 派出不死鸟接他们进王城 以示尊重 当年 王城悬浮在天空上 现在落在一座最为恢弘庞大的山体上 山顶被削平 足够壮阔 古城坐落在上 不愧是当年的超凡城市 赵清汉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古代神城 积木远眺 俯瞰广袤的大地 壮丽的山河 让人心旷神怡 现在的城池依旧有些神圣 在这里他们居住了数日 王轩以红色超物质交换为实验室购买了一些超凡血液 羽族冰冻在雪山中的超凡神血 多少还有些活性 已经算是很难得了 数日后 他们来到另一颗星球 进入精灵的国度 在山中的月精灵主城 建到了枯死的生命树 王轩和他们交易 取走一劫之干 随后 王轩和赵青汉骑着雪白的独角兽 机械小熊则骑着一头棕色的巨熊 在月精灵生活的月亮山中旅行 徜徉在各种遗迹与美景中 熊觉得 还是待精灵主城舒服 为什么你们骑圣兽 却让熊骑慢吞吞的蛮兽 我不想跟在你们后面吃尘土 我要回去 机械小熊表达不满 他曾和巨熊负责携带帐篷 生火做饭 采集各种奇花异草等 成为后勤保姆了 清新 黑色的巨剑临近 到背后 经过各种检测 最后被允许通关 降临下来 明文和弦越来了 依据资料 他们从拜访新星开始 然后再去救土 可是当抵达这颗行星 他们很快收到 断断续续的特殊信号 当时就被震撼了 比我们的巨剑等级还高 和父亲的母传统级别 是当年消失的 几位前辈留下的母舰 两人简直不敢信心 星星上竟有这种东西 而且不止一艘 最终 有三艘母舰发来信息 和他们短暂接触 告诉他们 这里共有五艘母舰 确定了 是当年走失的母舰 居然坠毁在这颗星球上 是否还有前弦活着 这兄妹二人的脸色都变了 其中一艘 是木的那位堂兄玄当年的作家 但是玄自身早就失踪了 木是谁 堕落圣灵中的第一强者 他的堂兄自然也同样极其厉害 在体验者中非常有名 但消失漫长岁月了 随着他们接收到的信号越发清晰 了解到一些情况后 两人心头震撼 消息让他们眼晕 兄妹两人了解到 几艘母舰并不是坠毁在这里 而是在旧土外太空的月亮上 是被人从那里挖出来的 两人心中坠坠 强烈不安 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就是旧土 现在德西 曾有五艘母舰坠毁在那边 当年发生过什么 或许他们在混乱时光中旅行时 遇到了不可思议的古怪 被摧毁时空通道 所以一起出事了 目前只是母舰发给他们信息 他们想亲自登上去看一看 是否还有残存的体验者等 秦家 中家 孙家 阿共财团 他们选中秦家和孙家 准备拜访 然后接近破损的母舰 很快 有人主动来拜访 一个自称是五号的神秘古机械人出现 先行寻上门来 机械人 可靠吗 兄妹两人相识后 脸色微变 他们在酒店中接见了五号机械人 只是这具古机械人有些惨 虽然外表被修复 但是内里曾遭受严重破坏 而在这种大环境下 更是失去超凡属性 母舰邀你们做客 救土的月球有严重问题 我们所经历的恐怖磨难 至今还没有结束 依旧还在 仅此一句话 让兄妹两人的心就有些发凉 感觉后悔了 这次的远行似乎不稳妥 母舰 整整五艘都出事了 他们能参与进去吗 即便是来到了不能修行的大时代 可问题似乎依旧异常严重 不只是堕落者 体验者也是高危职业啊 十分费人 明轮低语 第610章新篇古今第4 5号机械人 当年和回归的猎先战斗过 按照他自身提及的过往 昔日能狩猎先天神魔 你们遭遇了什么变故 为什么五艘母舰都出事了 明轮问道 母舰和少量机械人只是受损 但当年的体验者大部分都死了 活着的人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他们陷入了某种怪圈中 至今都挣脱不出来 5号机械人没有感情的说道 非常的诚实化 那些前嫌怎么失去生命的 现在的怪圈又是什么 前月急促的问道 当年我们遇到了什么 我原本都遗忘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因为一时被击散 但是母舰记录下部分就是 当然母舰也是在这片神话时代的后期才复苏 也帮我复原了谢生命之心 我随之渐渐恢复一些能力 不久前母舰更是给了我一些资料 5号机械人低语 虽然很平静 没有感情波动 但是接下来他要说的话无比重要 让气氛顿时有些沉重了 他很严肃 机械之眼刺拉发出光芒 在房间中仔细扫描了一遍后 这才开始继续讲 当年 我们的母舰 接收到特殊的信号波动 似乎是和我们故乡宇宙有关的信息 在虚空中时段时序 我们追了下去 同时 悬眼发出消息 召集其他母舰 一同前往 最终五艘母舰 五位大人聚首 一起赶到目的地 就是那旧土外的月球 那里确实有古怪的信号发出 而且 当时玄似乎意识到是什么了 无比的激动 近乎亢奋 想先降临在月表 事实上 其他四艘母舰也争先恐后 直接开始挖掘月球 寻找那信号源 可是 最终 可怕的事情发生 五艘母舰受损 大量的体验者惨死 我所说的这些 都是如今残破的母舰给予的记录 我自己虽然亲历过 但是没有一点记忆了 事实上 曾经的我 早先的机械人五号应该死去了 我只是被重新塑造 赐予记忆的新五号 五号机械人中途插了这样一嘴 愈发让人觉得当年的事有些惨 就是沉闷而可怕 月球地下 有一个黑色的盒子 只有成年人拳头那么大 四四方方 陈旧而古老 可是 却让几位大人激动到发抖 最后又发疯 发狂了 有绝顶强者当场死去 接着 五号机械人的双目头映出立体画面 那是母舰的记录 映现出一个通体漆黑 边角破损 有明显岁月磨痕的木盒 在上面 刻着一些图案 有神魔生物等 也有超级剑船等 其花纹虽然模糊 但是隐约剑船地出道之余运 文是像是我们故乡那边的风格 但看起来很普通 就是它引发五艘母舰受损 许多前嫌发疯惨死 前月亚裔 是 五号机械人点头 它展现后面的场景 有些模糊 但更为惊悚了 画面中 木的唐兄璇 和几位头领还没封钱 让几位先天神魔去打开木盒 结果那里发出一片光 奉命接近的超反生物全部蒸发干净 而后木盒自动开启 今刻间 所有人都被刺木的光覆盖 接下来便是 近前大量的机械人融化 先天神魔惨死 直接蒸发 而地位最高的体验者 也成片地化成光粒子 不断死亡 最后只剩下少部分人 或者疯了 或者丢掉记忆 或者精神受损 残存的人陷入怪圈 努力的想要逃走 可无论用什么办法 最后 又都会回到月球上 像是在经历一场枯燥轮回 即便是后来母船被人挖出来 勉强启动 来到新兴 幸存的体验者 也摆脱不了那个怪圈 他们像是脱离在正常的世界之外 比常年深陷最混乱的时空漩涡中 还可怕 解脱不了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从头经历 从旧土外的月球开始 重复着当初的点滴 每次起点都是那颗月球 终点是如今的母舰这里 几年循环一次 这种怪圈极其可怕 想逃都没用 哪怕离开月球 远渡到宇宙边荒 最终还是会出现在月球和母舰间 只是让以后的循环 可能会多上一些路径选择 残存者 没风的人也要精神分裂了 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 我没有陷入循环中 应该是原本的我死去了 所以摆脱了 但玄大人不可能自杀 他发疯 直至麻木后 心底依旧有求生意志不灭 始终在循环中 宁文和弦乐不寒而栗 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种生活只是想一想就觉得可怕 现在还在持续超物质枯竭后 那个怪圈似乎也变淡了 上一次循环开始后 那些体验者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5号机械人告知 那个盒子是否还在旧土外的月球上 宁文问道 没有 月球每次的起点只有一片刺目的光 盒子当年一闪过后就看不到了 已经消失 5号机械人告知 这么多年来 是否有其他人进入那个怪圈 一头银色长发的弦乐问道 5号机械人道 有人接触过 但是 最终从怪圈中穿行而过 进入不了 甚至九成以上的人 根本发现不了怪圈和里面 如同在轮回的人 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道 木 似乎出现过一次 但他 负伤了 退走了 这则消息让明伦和弦乐惊悚 这还怎么接近 躲避还来不及呢 堕落者中的第一高手可不是说说而已 现在 这兄妹二人不想接近这里的五艘受损的母舰了 开什么玩笑 玄和木一个疯了 在轮回中 一个想要救援却受伤了 逃了 两人都是精神力沸腾到极限的强者 他们兄妹不敢乱伸手了 尽管 他们都有自己的秘密 信念强大 但是现在主动求助了 不想掉进五艘母舰的坑中 父亲大人 两人第一时间和深空中的母舰联系 向他们的父亲禀告情况 兄妹二人让五号机械人再次展示那些资料 投映出昔日的可怕景象 黑色的盒子 刺目的光 蒸发的先天神魔 化成光粒子的体验者 以后无限循环的恐怖场景 屏幕上 深空中那个威严的中年男子面色骤变 盯着有磨损的盒子 当时就睁大了眼睛 是他 他一眼认出 知道是什么 父亲 你见过他 宁伦快速问道 眼道的面色前所未有的郑重 道 这就是我要寻找的违禁物品 最强古物之一 不只是在我们的故乡 就是昔日超凡中心还没有偏移到我们的宇宙前 他都在壮阔的历史中心世界留下了史诗篇章 比太初母舰排名还要高 比起远海中的太初母舰还要厉害 它是 一头银色短发的明轮瞳孔收缩 银发其腰的弦跃 其面孔上写满凝重 收起了纯真灿烂之色 双目深邃无比 眼底有神芒闪耀 太初母舰 初次起远海 消失漫长岁月后 近代才出现 在整片超凡历史中 排在第七位 是最强违禁物品之一 中年男子眼道直接说出黑色木和内奇物的名字 道 他是古今 排位第四 无论超凡世界怎么偏移 他的地位都没有被撼动过 真正经历了历史时光的检验 他告诫两人 不要接触 只需收集信息 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看 古今似乎在异变 其排位也有可能会提升 比以前更加不可控了 他郑重地讲解 古今这件器物 真的有些违规违禁 无论带到哪个世界 它都能适应 都可以发挥出无匹的力量 眼道告诉他们 如果能寻到古今 并将他带回故土 或许能改变战局 重塑大事 所以 他们这些人必须要找到他 这成为了第一要物 其他事都可以放下 怎么收取他 盒子中的古今到底什么样子 钱月问道 为人知道他什么样子 只有历代的拥有者见过 但从未说起 他极度危险 需要盒子封着 不然一出的超凡联衣 都能对身边的人造成 莫测的影响 一旦发现踪迹 立刻告诉我 现在的他对你们来说 极度危险 当然 大环境不同了 缺乏超物质 他也会在这个时期 变得比过去虚弱 这是收取他的最好时代 巨龙 体型真的庞大啊 赵青汉惊叹 现在 他们在一颗有龙族 出没的星球上 退化的巨龙 虽然依旧力量庞大 但远无法和过去相比 现在 他们的神性锐简 最强者也不过是超凡二段 再过有些年 也只会剩下肉身之力 术法将彻底熄灭 可惜 凡尘中似乎找不到天龙 随大结界熄灭而彻底消失了 王轩遗憾 但赵青汉很满足了 和王轩一起站在巨龙的头上 飞越过高山大野 途径壮阔的碧海 一路俯瞰这颗神话星球上的各种风景 机械小熊坐在龙背上 准备晚餐 虽然抱怨过 但始终很勤快 是生活中的小能手 技能超强 这一次旅行 除却追寻堕落圣灵的踪迹 他们也顺便交换和搜集了不少超凡材料 要带回实验室 同时这也算弥补了缺失的蜜月之旅 王轩 青汉 你们去了哪里 欣欣这边有股飞船出没了 钟情联系 告知情况 不久后 旧土这边 陈永杰也告诉王轩 有域外来客 骑飞船陈旧 样式古老 在外旅行三个月后 王轩和赵青汉踏上归城 先去了欣欣 又回到旧土 一年多的时间匆匆而过 在此期间 王轩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如明轮和贤月兄妹 渐渐熟悉了起来 这对兄妹告知 他们的家在科技生命之地 而祖上来自另外一片宇宙 随后 他们坦诚地告知 有些祖辈人还活着 从紊乱的时空中挣脱出来了 我们的故土 似乎正在遭受最大的危机 随着超凡中心世界的偏移 出现了不可对抗的敌人 随着接触 明轮和贤月越来越直接 告知的信息很敏感 或许有一天 会有大批的体验者 对不住冒犯了 应该是会有大量逃难者出现 真到了那一天 将无比危险 我们会被灭族 而对这个宇宙的人来说 也可能会有巨大的风险 你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对手 王轩问道 想了解超凡大宇宙的情况 我们也不清楚 离开太久了 父辈和祖上都没有细说 只知道很早以前就有预感 钱月说 他们和这片宇宙的人是天生的盟友 毕竟都是人族 明轮在一次下午查中 告知王轩一则秘密 月球上有严重的问题 可能有昔日超凡历史中最强圣物之意古今古今 王轩亚裔 他去过月球 和机械小熊一起挖掘过 并未发现异常事端 那是最强违禁物品 如果能找到 或许可以重塑我们那片宇宙的大势 改变战局 明轮这么说 也在如实地行动 常去寻找 有大半时间在月亮上出没 最后 兄妹二人表示 是愿意以一艘最强性能的飞船为代价 请王轩帮忙跟着寻觅 这涉及到了超凡 为了机械小熊 让他融合那艘巨船 王轩愉快地答应了 带着遇到枪上路 残留的气息 有点熟悉 在月球地底深处 遇到枪复苏 发出超凡波动 他居然在历史上和那个木核有过交集 需要创船 他将有数据 渺邀 熊 秋 摇 工